下面我们再用这个 鼠那个腌制啊 刚才咱们对的这个腌制就是 勾这个叶子这个这个的地方 我这现在勾了第二遍了啊 这是勾完第二遍 第一遍的时候呢都看到怎么勾了 第二遍的时候就就在这个叶子的尖尖 在这个尖的地方也就染一点尖 完了用水笔往下拽一拽 就变成就让它尖这个叶尖 深一点颜色就可以了 另外呢现在就是要进行一下 这个叶子的美化 叫美化吧 叶子呢也是用这个 在这个地方勾一下子 勾完了也特别漂亮的 你看啊就这块 这个叶子在这个地方 哎都用腌子给它勾一下 一定勾成那个 就是按着它原来的这个纹路走啊 可别勾变形了 变形就不好看了 哎就这么勾一下 好的用这个水笔轻轻烙一下 就是把这个腌那个腌制的颜色 给它在这上面加强一下 就特别漂亮 它这个 它这个拿顺动点 腌制是啊 特别漂亮 是不是 它就把这个 又重新给它加弓了一下 哎真是很漂亮 增加了这个叶子的色彩 用水笔稍微烙一下 要不然它太烙了 好 看漂亮 这个地方也是啊 也是要加一下 看不清 但是稍微 在这个屏幕上看不太清楚 还是很清楚 很好看 漂亮 特别漂亮 这个 你这个线条不太美 你可以给它 稍微的修饰一下 就漂亮 用这个这样的就好看 好看多了 这个地方 一定不能被转到外边去 就是为了好看 一下给弄到外边去 那就不好看了 用这个 你小点 用你的水笔给它拽下来 好看 漂亮哈 这地方 不用太长 用水笔给它烙长一点 你这个原来勾的这个 你看这有点直 你就用这个给它拐一下弯 哎 就漂亮了吧 它就是为了美化这个 叶子 这个还得转 转的角度转好看了 你这个 哇 这个就不太好了 弄外头去 这个 要洗一下 能不能洗我的 这个角度要是不好吧 就画的就是不如 给给它烙长一点的 没事 我们的水笔上是没有 没有颜色 它 那个颜色那块呢 直接就 出去了 没关系 是我的水笔上 好看 特别漂亮 这个屏幕上 看的不太清楚 但是它是很好看 这个画的有点直了 刚才那在那 就是头一次画的时候 有点直 漂亮吧 就给它勾一勾 这是很漂亮 你看 装给它看看 漂亮吧 看看哪还需要勾一下 勾的不太清楚 这个是刚才 颜色一段 生了 这块 这块 还有这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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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太清楚 这块 这是不太清楚 是不太清楚 这块 是不太清楚 谢谢观看 画就一点点 好 漂亮吧 画面就比 刚才好看多了 越来越好看了 我们的画